长者收股升5月30日 恒指结算 纳指跌了99 道指跌400多点 已经连跌了数天 你看看欧洲全市场 德国、巴黎、富士全部都跌 德国和巴黎跌了1.5% 全球股市正在调整 美国除了苹果和英伟大有多少升股 其他那几只都跌 不用说名字了 去美国买股都是买这几只 因为很多股都不够 最好都是打横行的 有很多股 我的通用电器都要跌一些 但仍然52周升 恒指跌了344 由头跌到尾的可以这么说 先说亚里 亚里虽然在美国收市 折合港元是77 有些高水 但它也是跌的 跌就没有香港跌3% 它追跌 追回跌 但是没有跌那么多 所以就有些77.24 香港收是76.8 汇丰 接合港元是68.35 跟这个七十文多平水有少少 少少跌幅 就是对于这个 腾讯都是跌的 就是700 腾讯都是跌的 370.37 这个371 中概股就是大部分都是跌的 大部分都是跌的 蔚来汽车就略升少少 拼多多就不影响到香港的 拼多多别人说它的市值好 就怎样怎样 为什么呢 它这个运作模式在美国没有 物以罕为归 所有电商平台有很多 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亚马逊 普通一般的电商 拼多多是不同的运作模式 就是要买得越多越便宜 要夹粉一起买就便宜一点 它这个模式在美国叫做新鲜 少有 所以人们喜欢买下它 主要就是这样的 物以罕为贵 领展 派息970 投资者就买下去 买回一个二毛半 会不会给其他一些启示的房托呢 我看有未必 你看它宣布的新闻公告 它每次说它在外面买的东西就有贡献 不过又给一些写字楼抵消 就是说它买了东西回来 其中有写字楼 就是有收入 段段都有这些字 为部分增长被疲弱的办公室业务抵消 如果你做公屋铺 不用考虑写字楼 就是它买了一些 例如买了一些新加坡的物业 写字楼都不好景了 全世界的商业楼宇都不好景了 在旺角又有一栋 就是以前政府入村 那间 鑽角那间 又有很多写字楼 写字楼又不好 那间楼以前有间卖书的 就是在楼上 我都经常去的 不要再拼购了 不要再买东西了 有钱拿去收息 还好 或者拿去派息还好 好了 那你再看一些 之前 那个瑞银不是说 沽售 目标价31 才打了那只 你报一个目标价 你告诉别人 为什么才可以 这样别人才学到东西 第一 也看到你自己的理论基础 去到哪里 我们也有个理论基础 我这里也有个基础 7A 你派够7A 股价有支持 可以上升 我起码有些支持 站稳 如果派到1元 1元以上 一定会好一点 大行在昨天5月29日 就说他忧于原先忧虑 算了 之前猜错了 这样子 不知道他真的猜错了 还是想抢低 然后买一些货 又知道他升 我相信他们买货 特别是瑞銀那些评论 是没有原因 没有理论出来的 说他低低低 赚少 败少 孤售 31元 先打了那只 所以大行还大行 大行不用 你不用以为大行做事 那些预测一定会对的 他不是神仙 他和你差不多 最多他的关系比你更好 公司有时候会找他们去看场地 在开会查序 打好一些关系 他得到的资料 比一般我们这些散户多一点 但是归根结底 去到最后 你怎样分析的时候 看你想怎样 看你自己本身公司的利益 说他好多一点利益 还是说他唱衰他多一点利益 我都跟你说 我看完他们最大的股东 机构投资股东是贝来德 贝来德占9%以上 都没有减持 Q2都没有减持 6月27号 随正领展派1.3257 8月13号收息 这次大家看到很清楚 所谓大行预测 大行报告 可以影响股价 影响你影响持货的人 但他们的水准都是一般的 就是正正有不同水准的预测 造成一只股价 短暂性 有时投资参数有些转变 利于投资 有时又会不利于投资 有时唱得太好 不利于投资 这次大家一起细心去体会一下这些 我相信今天或者明天又有大行走出来 再设定目标价 不代表它好 不代表它以后更好 就是你要用7厘息来做一个指标 它升到差不多 如果7厘息不够的话 它就升不上去 暂时K1也挺好的 就是没有卖股 没有惊王失措 去沽售 没有像这个垂银沽售那些 都挺好的 全版中资银行股 是跌起码1% 跌到2%比比街市 你想想我们这里的网友 有些很及时的减持这个939 我都减持了这个龙行 没有数据的 都是一种感觉 感觉它已经升了这么多 升了这么多 是不是适宜再投资呢 不如获利 起码部分获利 其他有它 就是这种想法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就使得这些中资银行 去到5日低 加上市市一起跌 所以你想想 卖货 有时听到这些投行去卖了 卖了一个领战 这次领战反弹一些 去到一个有逻辑的 的水平 我们的逻辑就是要 派息的那些数据 配合它自己的格局 第二 中资银行股 它的股价是要 配合它的那些数据 也是 如果太高的话 它的派息 距离已经6.85厘了 有些 就是低了一些 以适宜投资的程度来说 就是差了 它贵了的时候就差了 所以 纯技术分析 就是因为它升得急 升得快 升得急 有些人获利 就跌出来了 找不到第二个原因 基本因素没有改变 它还有一个几月 6月 7月 7月初才随正 所以它还有 如果遇到一个 很超级的跌市 跌很多 那又不同了 又是适宜投资的程度 又改变了 又可以买回的 因为它还拿着一份股息在这里 但怎么说都好 你能够过往一段日子 都是存在这个3988的 今年 你确实是有条件去获利的 这些股 每一只中资人工股都是 这些也是升得 随正之前升得很厉害的 这些叫做航运股 那航运股 你看回头 如果能够在12月或者1月 这一段时间 你随意买四只 派得息高的股 就是海豐国际 太平洋航运 316和1919 这四只如果你随机买 值值都会赚的 看看你赚得多还是赚得少 我之前买了一手316出去 我现在有两手在 有它收息 有它放飞自我 今期炒完了 今期就快来随正了 316 316一随正之后 又要看下一个周期 316派少了息的 投资者都要看它未来 这一期会不会赚得多些 运费跪了 看它会赚多些 派多些息 什么时候都是股息做道向 如果下一次派息 不符合预期的话 又会跌下去 跌很多 可以很快调整的 这些股 末期随正 5.5月27号 除了6月28 就会派息了 我仍然持有316和1919 1919升得离谱那么好 升得很急 很斜 随时有调整的可能 已经极度超买 凸张 普通股人民币0.23 已经有垂直了 我还拿着1919 继续拿着它 看看下期如何 所谓畏高势危 这些股波动会大些 反而这种中外运 人民币就比较健康一些 升高了过高 跌回来调整一下 又有人加仓 现在在4.2以上 在整股 上一次买货的机会 就是这次毛泥头 跌到3.6 买了它收复了 又收复了过龙 拼过龙的钟摆 现在去到一个 比较好的位置 这股又是有息收的 6月12号随正 派人民币0.145 算起来有7利息 中外运 都放在航运 它有些海运 有些陆运 所以这只股 应该看在航运股那里 这个版法你随机买 总之你买对时辰八字 你买对它 获利也挺好的 这一堆股 优品360 就随正了 现在在1.84 都是打横走 刚刚随正了 随正多少息 6月12号随正了 这一期的利息 就是会计年度 整个年只有9个月 因为它改变了会计年度 所以没多久 你会有中期式的消息 为什么我买这些股 如果你经常去行铺铛的 这是我昨晚去到 这些优品360的铺铛 看看有什么食物 买 喂食 买一些零食吃一下 每次我去到 都起码有个人以上 在排队给钱 每一个中数 经常去到都会见到 所以我记得 这些生意都挺好的 如果担得过租金 就是香港人是喂食的 多数都是去大陆 买超市 都是只能买多些食物的 所以我觉得这间铺铛 下一期的业绩都应该不错的 它应该 科人买东西 多个科人排队给钱买家品 所以我就喜欢这一类的股票 买多少不是多 就是有息收 也都有 你随时可以见到一些生意 第二件事 我趁这个市场跌 就是加了一些大家乐 8.44 大家乐因为发了营起 早三四个星期左右 发了营起 就升了上9元 接着这一轮大市跌 它就跌回来8.4元 穿不到8元 去不到7.4元 我觉得这只股 我一直都有这只股 那就加了一些 昨天来说 大家乐是升股 严格说得上来 但是它只是看大一点的走势 它是有个波浪下去 有个波浪 有个波浪 现在在一个打横打底 要它有很大的增长就没有 但是它确实这一期 就是盈利会高一点 可能会保持到派息 如果派息计起来 有5厘的 这只股是很难得的 回归的时候 1997年这些股是1元左右 大快活是5毛钱 6毛钱 现在都升到 曾经升高一点 现在跌回来 它的优点就是 店铺够多 店铺够多 就是等于你买股 买的种类够多 倉仓够宽度 它有 譬如有100间铺 有70间赚 它已经整盘数OK了 其他剩下的就算是虧 它可以虧出来换 或者是虧出来倒闭 就是山铺 去其他地方又开过 它们这些零售餐饮 它的优势就在这里了 因为店铺够多 我觉得这个位置 大家是可以投资的 还有一些空间 上面给它玩的 我看起码是10元 我看这只股 未宣布业绩 就宣布 去年就派0.28 至今年发了 营起之后派多少 它连续两次营起 上一次都营起 由一毫子变了一毫半 加上股价又跌了 是否跌到现在 10元以下 我就加一点 我看今天什么市况 如果它今天 价位又合心水 我又再加一点 钱是哪里来的 是我之前卖出的建行 和农行那里来的 多元化 divestify 我之前那条片 我说过 一些股股 上了 确实上升了 升了会跌的 例如中资银行股 升了 去到一个 已经畏高势危的局势 它跌回来 那些就是你关注 你用什么指标也好 用一个利率也好 起码要有7利息 中资银行股 你知道好加仓 跌回来 如果你6利多 买它 都不太划 不太划 有两个叫做 復甦股 或者叫做脱胎股 例如一只叫做270 270就是 它有些参数是好了 水费有得加 内房好像有些气息 那样 就是适合这只股 所以这只股 如果看到它跌 不要买多 买少少 因为它已经长期跌了很久 三年都跌的 一旦给它修复 不用多 修复到上次的高位 修复到这里 那你也有水位去收钱 这只股息就少了 另外一只叫做2318 叫平安保险 平安保险这一轮就回吐一下 回吐的意思就是之前升得太好了 有些获利 跌回来50中性 在跌市当中 你不是选择脱胎股 因为它三年以来 实在跌得太多了 一年都是一只跌股 最近才升回 这些股可能有转世的机会 跟那些内险股一起 内房的负面因素 可能就减少了 那它就会有得升的 就是还有些叫做脱胎股 给你买的 神华那些不用说了 神华现在很贵 神华那些 就是贵到差不多40元左右 你看回我的影片就知道 我买股是22元的 当时 就是有一个打横的时期 打横的时期 好像在酝酿着一个升幅 是倒的 就是要是向上要是向下 但是我觉得上的机率高一点 买它 52周升得很好 三年都升的 急了一点了 不要再碰进去 这股股确实是好 不过现在的风险 买进去的风险 就会高一点 要等它跌 会的 每一次升幅 中间都有一些 跌得较多的日子 那时候才卖 随正了没有 6月27日随正 有2.26人民币收 它的派息是比去年少的 但是那些投资者都接受了 明白了那些煤价 是确实是低了 比之前 但它又不是单单靠煤价去定它的价 它还有一个派息的稳健程度 国家对这些煤的看法 另外一套不是单纯是 煤价跌的就是跌的 如果是这样的 你不如买煤 有学买煤的期货 学买那些 就不是的 股票还股票 实物还实物 实物是另外一种炒法的 这只股股 遇到跌就可以买了 它都是 跌市它都是会升的 它企稳的 8.57就企稳了 反正3.88就有得升了 883 883就升了1.6% 越升越幼 这些现象 就是越升越幼 就是对了 如果你想换股 或者获利了这些 就是买另一只 就趁这些 好景的时候 换一些 又不用卖光的 如果你又买D 或者获利 要学会获利才行 有时候不获利 就过了这个机会 就跌下去 那你就得了一只 很好的例子 就是那些科技股 之前升到很高的时候 你获利 你去买另一种 那你就非常之好 那些跌很多的 就是几百元跌下来的 例如那些美团 你懂得几百元的时候 就买了它 以后 将来就跌低了再买 那类的做法 反而帮到你 那些美团的 都没什么利息给你 买一些 长期持有利息收的 就是 什么时候都是稳健一些的 海油这些就是了 其中一个表表者 那些可以获利 如果你在大市现在这么波动 今天我都看跌的 可以获利 这些 懂得获利 最重要的 就是联通又是升 曾经升多些 就是联通 联通 就再去就要 过了这些这三个 三支向 三支 要过了这个位置才能再上 亦都可以考虑获利 一年就确实是升股了 但是 上面有几个高位 未破 就是如果是想 看到有些股你想买 籌集资金 就要看看有哪些股赚了 你想拿回钱 就是可以 沉默你心仪的机会 做些什么消息 看不到消息 看看港元 港元应该弱一些 是不是 股市好的时候 港元就强 这段调整一下 恒指下跌的时候 港匯也会下跌 慢慢趋向 弱方是7.85 有段时间还未到 暂时在中性区 走大确实比之前弱了 港元对美元是弱了 有时候这些周边的资料 数据 怎样跟大市 大市的意思就是 股市 结合来分析 很多时候不知道机制是怎样的 关联性就是这样 港匯弱 股市多数都弱的 今天我都看跌的 跌就应该没有跌 昨天这么多的了 现在是低水 68点 恒指就是结算 留意些什么 留意些 跌得多的股 我都说不出个数据了 你想想中资银行股 跌了 是不是 跌还跌 跌到 派息的雷素 又是回到吸引的时候 那些又可以买的了 当然现在是处于一个 叫做获利的 获利的环境 多人买货 就是多人买货 就是多人沽货 少人买货 现在很多是获利的 就是很多之前能够 存到这些 中资银行股 电讯股 石油股 这些 有些部分获利 就造成了 这些派息股 就是有点回调的 11日反而就是 如果它现在比较波动 有个朋友说加了仓 都是很好的想法来的 都是垂政了 跌跌月可以加仓的 三年来说它都是一只跌股 被低估了 恒生银行 跌回来 现在跌回来50-70 RSI 这个朋友买了都是好的选择 不用怕它跌的 股股肯有升有跌的 但以基本因素来说 这只股能够长期给你股息 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真的想不到 有什么数据 可以帮你赚快钱 我自己就倾向于 买一些跌得低了一些 或者打横行了一些 那些股 基本消息也挺好的 例如大家下的那些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例如2360那些 那些零售股 我觉得它很生意的 走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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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领展那些零售铺 都挺好收租 那类型 那类型的买东西 不是金银珠宝那些铺位 就是我们讲的那些民生铺 吃东西就是民生 是不是 衣食住行 就见到哪个好生意 买一点点 又有失败 今天先讲到这里 今天我看跌 起码都 我觉得开局有机会 跌三位数字 之后就不知道了 之后就看看买盘 看看投资人士想获利 还是想趁低买货